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爆笑双播小说 我的微信连三件 作者 狼烟 演播 幻音空 妙儿姐 后期 聚姐 第124章 扑你一脸吸脚水 没这话是扑你一脸吸脚水 第二天一大早 林海给侯仙品打了电话 结果被拒了 再开会 一会儿联系你 一会儿侯仙品的短信回了过来 下了楼 宋琴已经把早饭做好了 林海吃了一点 就开车直奔柳新月家去了 今天又到了柳山服药的日子 柳新月从今天开始全力备战清个赛 吃住都在学校了 林海也没有打扰他 按响了门铃 好半天 门才打开 柳新晴穿着睡衣 轻松地睡眼站在了门口 你来了 我姐已经去学校了 柳新晴揉了揉眼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阿姨呢 林海偷偷瞄了两眼 咽了口唾沫 买菜去了 那我进去给叔叔用药 用完药就走 哦 柳新晴打了一个哈起 把门口就给让开 林海走到了柳山的房间 看柳山呼吸匀尘 和睡觉没什么两样 任谁也看不出这是一个植物人 林海取出丹药 将药丸给柳山扶了下去 随后天眼神通下 很清晰地看到 柳山的灵魂与身体 进一步地融合 几乎都快看不出分离了 啊 我爸怎么样了 再用一次药 应该就醒过来了 真的 那太好了 那个 我先走了 林海觉得自己 不能再待下去了 路过柳新晴旁边时 林海忽然停下 指了指她 小姨子 你走光了 柳新晴一惊 赶忙低头 啊 臭严谋 臭严谋 林海早跑了 市长办公会 唐森正在汇报着 法院提交的 胡氏集团产业拍卖的 具体事宜 侯先品在后排的 小椅子上坐着 认真地记录着笔记 忽然 脑袋又嗡的一声 最后 一个面若桃花 性感妖媚的身影 出现在脑海里 妈的 又来了 侯先品猛地一惊 竭力地 想要将桃桃赶出脑海 却根本没有任何效果 她的手 不说控制 跑出手机 按下了录音键 会议结束 侯先品面色痛苦地 走进了唐森的办公室 唐市长 有一件事情 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侯先品的整个身体 都在颤抖 什么事情 唐森有些不高兴 似乎还在为 昨天的事情升起 唐市长 昨天我不是故意 将拍卖的事情 说出去的 我 我是中了桃花节 桃花节 原来是被昨天 那个女人迷住了 你还好意思说 唐森气得一拍桌子 脸上浮现了 一股失望之色 他对于侯先品 还是很器重的 小伙子能吃苦 又勤快 工作能力也强 唐森还打算 再过一两年 给他外放一个好单位 没想到 终究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栽到了女人手里 唐市长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的神志似乎被人控制了 我自己 够了 小侯啊 犯了错误不可怕 但是如果不敢承担 没等他说完 侯先品脸色猛的一变 他的脑海里 接到了 让他把手机录音 发给桃桃的命令 唐市长 我出去一下 这是越来越没有礼貌了 唐森气得浑身都哆嗦了 要不是侯先品跟了他多年 有很深的感情 他恨不得现在立刻换了他 回到办公室 侯先品赶忙给小林打了电话 小林啊 情况怎么样了 那个桃桃又控制 又控制我做不该做的事情了 侯先品语气很急切 我又破解之法了 你在哪儿 市政府 你赶快过来 我跟警卫打好招呼 你直接来到我办公室 快 侯先品打完电话 神情一阵恍惚 回事神差的 将会上的录音 发了出去 十几分钟 林海就到了 问了警卫 侯先品办公室的位置 那林海直接跑上了楼 从侯先品的语气 林海也知道 现在情况紧急 必须争分夺秒 你是哪个部门的 毛毛躁躁的 经过了一个门口时 林海由于跑得太急 差点和从办公室出来的 唐森就撞上 对不起 对不起 林海赶忙道了歉 跑进了侯先品的办公室 嗯 唐森本以为 林海是来找哪个领导的 没想到进了 自己秘书的办公室 唐森一皱眉 赶紧跟了过去 刚进屋 就见到了奇怪的一幕 只见侯先品 坐在办公桌前 一脸的痴呆 仿佛傻了一般 而林海不知道 从哪儿拿出了一个大瓢 没等唐森反应过来 林海一瓢水 就泼在了侯先品的脸上 哥哥泼你一脸 你洗澡水 嘿 嘿 你在干什么 唐森一惊 想不到还有人 赶到市政府来闹事 林海没有答话 而是打开天眼神通 朝着侯先品头顶望去 成了 见那层淡淡的桃红色 慢慢散去 林海也松了一口气 这位领导 我是侯哥的朋友 他中了桃花节 我是在救他 可是话还没说完 身后扑通一声 侯先品摔在了地上 我去 什么情况啊 林海手里拿着大瓢 直接就蒙了 来人 送医院 不一会儿 侯先品就送到了市第一人民医院 而林海则被警卫给控制了 林海坐在侯先品的办公室 看着门口的两个警卫虎视眈眈的样子 顿时一阵郁闷 你妈的 这叫什么事啊 哥哥我是在救人好不好啊 见唐市长的秘书昏迷不醒地被送来 而且唐市长亲自过来的 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 哪敢不重视啊 一边给侯先品做着各项检查 一边有人给杜淳打了电话 杜淳赶过来时 各项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什么情况啊 杜淳一边换着衣服一边问 杜院长 情况很奇怪 后秘书的检查一切都很正常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病人的身体特征 在逐步的减弱 照这个速度下去 最多三天 什么 来我就看看 杜院长 快帮小猴看看吧 杜淳也没有因为对方是市长 就停下脚步 应了一声 直接进了检查室 过了半个多小时 杜淳才走了出来 杜院长 猴秘书怎么样了 唐森的司机小沙赶忙过来问 杜院长没有说话 却露出了一个怪异的表情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 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